哈囉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股市Q能王的節目 我是Q能王梅杰 那麼今天的行情再度上漲 那我們如果說看到今天的加成指數 是一個開低 震盪 走高 拉尾盤的一個情況 那今天雖然量能還是一樣是不足 但是我們如果說 從K線圖的形態來看 我放大一點給大家看 從K線圖的形態來看 這個禮拜 今天是禮拜三 是不是連續三天都是呈現金金掌的格局 我為什麼要說金金掌 因為呢 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都不敢介入 為什麼我敢直接這樣跟大家講 你看這底下的量能 你看底下的成效量能 黃色這條線是月均量 根本就沒有突破上去 那表示多數的人還是呈現了觀望的格局 為什麼你會觀望 因為你看到指數頻頻的在上漲 已經逼近前波的高點 你抱持懷疑的心態 你抱持好奇的心態 那如果你都有看我節目的朋友 你就會很清楚的知道 我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我就已經非常篤定的跟大家講 那麼行情果然再度的向上表態 那從這個禮拜應該說從上週五 我在上週五的節目當中 我就已經公開跟大家分享 這個禮拜的行情 後續的行情會怎麼走 那麼從禮拜 這個禮拜到今天 加起來已經上漲了三百七十點了 你還在質疑嗎 那行情果然是向上表態 那你看看梅姐上個禮拜是怎麼講的 梅姐從來都是領先跟大家分享 沒有在事後馬後跑的 那我們看一下上個禮拜我的VCR 我對於大盤是怎麼樣跟大家分享的 進VCR 就是在月線附近震盪之後 會向上表態 向上表態 我講兩次 包含剛剛一開始 我講三次的 表示這邊很重要 它是向上表態 我沒有魔人兩可敘述 梅姐絕對沒有魔人兩可敘述 只有肯定的答案 所以在上週五全市場 大概只有我這麼肯定的跟你講 那麼這個禮拜 你完全都可以驗證 到今天已經禮拜三了 指數就這樣講了三百七十點 當然我不是要叫你去做指數 我也不是要帶你去做期貨 只是我要告訴你 你要進入股票市場之前 你必須要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那當然主軸在哪裡 今天旁邊上有一些重點的新聞 就是聯發科 今天聯發科 二四五四連發科 今天成成形成了一個穩盤 一個要角 那今天是大漲了將近五個percent 上漲五十塊 上漲五十塊 那其實這檔個股 其實也是美姐長線看好的個股 那聯發科他推出了行動晶片天璣九千三五 我相信你是我老朋友的朋友 那你如果是我老朋友 你有訂閱沒剪YouTube頻道的朋友 你就會知道 我過去就是長期跟你追蹤聯發科 那除了聯發科 聯發科因為這個新聞 這個消息的帶動之下 這個消息的帶動之下 他發表了最強的手機晶片 那所以股價是今天是帶量上工 上工了五十塊 五十塊五十塊 將近五成 但是聯發科他畢竟是高價股 但是美姐認為還有一檔個股 關於聯發科集團 你還該注意誰 當大家的焦點都聚焦在聯發科的時候 我直接跟你講 你還該注意誰 我們看一下這個新聞 達發你應該不陌生 因為你如果都有鎖定媒體節目 或者是我LINE的朋友 你一定對於這檔股票不陌生 這檔個股 他也在搶AI商機 傳奇的捷報 對不對 然後另外呢 衛星定位的晶片也暴劫 那所以呢 我們如果說看一下他的股價 今天也是強勢的表態三個百分之下 那這檔個股呢 他其實應該說 蠻可悲的 為什麼呢 這一天是他轉上市 直接破發 因為當天的行情不好 直接破發 但是呢 他破發就代表他不好嗎 他破發代表他不好嗎 如果你能夠領先去發現這一檔個股的話 你如果能夠在四字頭的時候發現這檔個股的話 你到這裡 你看當時是四字頭 那現在是在七字頭 那你看看美姐 你如果是美姐的會員朋友們的話 我記得我在當天的索馬影音 在去年11月13號 會員的索馬影音 當下我就直接跟他大家分享 六五二六六的達發 當天我還開放送給大家去來索取 所以全國的觀眾朋友 你如果有來索取的朋友 你全部都可以幫我做見證 那我為什麼跟大家分享這檔答發 當別人還在笑他 還在笑他破發的時候 我卻看到了這一檔鑽石 那這檔鑽石 網通產品切入AI的產業鏈 那同時也切入穿戴式裝置的市場 那今天他的股價 我過去跟大家講的時候 是在盤整齊喔 那他現在的位階 雖然在七百塊附近上上下下 但是你看美姐的節目 只有肯定的答案 沒有模擬兩可敘述 美姐在這邊 鄭重的肯定的跟他說 六五二六的達發 這檔個股還沒結束 那如果你今天也聽大家在講 你又在看報紙 在追股票的話 如果你看到的是聯發科 或者是達發 那表示你什麼 你又跟在美姐的後面追價 那你如果都跟在美姐的後面追價 其實有時候你並不想跟在美姐的後面追價 你也想跟著美姐一同去 去再領先布局對不對 但是在當下股價沒有漲 沒有標五趴 沒有標六趴 沒有標七趴 你就是下不了手 是不是這樣子 但是你事後是不是都在後悔 你看到六五二六達發 這邊你會下了手嗎 這邊你會下了手嗎 但是到這邊 你看到二四五四的聯發科 你看到二四五四的聯發科 我其實我從六字頭就跟大家分享了 上去又下來 到這邊你看到新聞出來 你才在留意的話 你又不知不覺的跟在美姐的後面追價 那我們換個角度想 一開始跟上美姐的腳步就好了 那對於AI接下來你要注意的是這個 Computex展 四號到七號下個月 那到時蘇之鋒 那個女人 那個男人每超為良見後 這些種種大咖都會來 那我在哪時候跟大家講 當你對AI失去信心的時候 當你覺得這個行情沒有機會的時候 當你想去放空的時候 美姐在四月二三號的時候 跟大家說 AI族群在壓回的時候 你要站在買方 我不是長五趴 長六趴跟你講的喔 我是在壓回 你看到這盤中連線的時候 這個是廣達的線圖 你看就知道 沒有一個阿呆會在這種下跌的時候跟你講的 但是真正能夠讓你賺到錢的 就是我這種阿呆 當時你看廣達他是破底喔 他是破底喔 但是我直接跟大家說 AI族群壓回你要站在買方 而且我點名兩檔 哪兩檔 偉創以及廣達 好那我們現在看偉創 峰回就是分批布局 你看他後來有沒有跌破當天的底點 沒有 壓回分批布局 再來我們來看廣達 盤中連線跟大家分享 破底的時候跟大家分享 全市場真的能夠帶你賺錢的人 大概真的就只有我這個阿呆 是不是這樣子 那到現在已經來到這邊 創本坡的新高咧 創本坡的新高咧 是不是這樣子 美姐節目全部都是領先預告 事後來驗證 那麼另外在五月三號的時候 盤中的節目 五月三號節目 真的是很重點很精雄 我告訴你你要留意誰 你要避開誰 如果大家可以訂閱美姐YouTube頻道 Q女王留聊美YouTube頻道的朋友 你把五月三號節目拿出來 再重新再看一次 你會發現天啊 真的就是這麼回事 是不是這樣子 五月三號節目我公開 我說除了偉創廣達 你還要注意誰 五月三號 我跟大家開牌的 是這檔二三一七的紅海 那二三一七的紅海 很多人都看到美姐測標 我有領先布局才能搶得先機 但是你是我老朋友的 你如果是我老朋友的話 你都知道我有掌握這一段 但是當他整理過後 當他整理過後 下一個機會又來臨 我是不是也是在節目當中 公開的跟全國觀眾朋友們分享 我們來看一看五月三號 美姐關於紅海 在上個禮拜五 我是怎麼樣跟大家分享的 我們看VCR 就是這檔 二三一七的紅海 你想說他是大牛 二三一七的紅海 你看他如果是大牛 他也能夠長 這一種四十五度角 應該說六十度角 那為什麼我要選擇 二三一七的紅海 跟大家介紹 因為呢 近期ETF換股潮 你知道近期ETF 他有在準備要換股 大家在那邊猜猜猜猜猜猜猜 他到底會哪些會被納入 不用猜 美姐認為 因為紅海他有取得GP200 大份額的訂單 所以你看美姐節目 你看美姐寫什麼 近期ETF的換股 我認為二三一七的紅海 他最有機會納入 所以結論是什麼 買就對了 是不是 是不是買就對了 所以美姐的節目 絕對都是領先預告 事後驗證 沒有在那邊 事後在磨琳兩可的 你看美姐節目 只有肯定答案 沒有磨琳兩可敘述 你剛剛看到你的重播帶 你就知道了 我是不是直接跟大家講四個字 就是買就對了 當你還在猜 誰要納入 想要吃誰豆腐 美姐就直接給你答案了 是不是這樣子 結果你後來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是五月七號 這五月七號連兩天 我們看五月七號在哪一天 這是紅海 今天是五月八號 五月七號就在這天 就這個169.5 那今天收平盤169.5 今天收平盤169.5 但是在盤中也創16年來新高 那你有沒有想過 你如果在五月三號的時候 你有看美姐節目 或者你是我的忠實粉絲的話 我早早就跟大家講了 你不用再去追加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子 你看到這個新聞說 他納入00946 但是你如果是美姐 Light的家族成員 你看到五月六號禮拜一 我直接公開的 在Light的主頁上面 主頁就是這麼好用 XXX7 你看這個 我上週五 我就跟大家節目公開分享 禮拜一我是標股領先報 標股領先報是我的Light Light的主頁 粉絲朋友們獨享的 AI概念標股 我說AI你就要留意他嘛 結果你看 鴻海再創16年來新高 五月三號我是不是領先分享 所以美姐絕對就是領先預告 事後驗證 沒有事後碼後砲 我跟別人不一樣 你可以去觀察看看 對不對 雙高超策略 我們不需要等他新聞發布出來 才會追高 好股票追高 風險高 你必須要有那個能力 去找壓回DG的機會嘛 對不對 那在四月二四號的時候 我是不是跟大家講 AI伺服器代工 關於AI伺服器 你現在大家都只矚目在鴻海嘛 對不對 但是我跟大家講 不管是廣達 不管是偽創 或者是鴻海 六月營收會有明顯的成長 長期趨勢向上 你不要想說要拿他做當充 明明做長線 做中 不要說太長線 你說中長線 你都能夠賺到穩健的 都能夠掌握穩健的報酬 那你何必能短線吃豆腐呢 沒必要啊 那為什麼你會發現 你每次去追駕 你就受傷 每次追駕受傷 因為AI族群產業透明度很高 所以操作難度相對的也會提高啊 但是你如果都有看美姐節目 美姐是不是都給你肯定的答案 持有者續報 不追高 美姐在四月二十號 二十號節目就都跟大家分享了 那如果你今天也在想要追紅海 也在想要追廣達的話 你又跟在美姐後面追價 那你有想過一開始跟上美姐腳步嗎 對不對 那另外呢 今天大家都鎖定 都focus在這個蘋果新款的iPad Pro 聽說是史上最薄的 然後採OLED螢幕 搭載台積電三來米製程的M4晶片 但是呢 對於蘋果概念 你該注意誰 美姐就直接公開跟大家講 蘋果概念 你該注意這個族群 就是蘋果的這個iPhone十六 手機不是iPad 雖然今天你都在注重iPad 我跟你講全市場都在注重的東西 我看到的是未來東西 我看到是什麼 手機 手機 那我們要留意的是後 我們後續蘋果他要出的是什麼手機 那我看到的就是這個玉金光 那其實我過去我跟大家分享 上個禮拜五我也跟大家分享 這個玉金光 3406的玉金光 甚至在昨天的節目 我還公開跟大家講 為什麼我要跟大家講這個玉金光呢 大家留意到潛望是鏡頭 他升級嘛 對不對 那現在 現在供應給蘋果的是大力光 那以蘋果的個性來講 過往的個性來講 他不會只找同一家 所以最有機會的 就是3406的玉金光 3406玉金光 所以如果他已經有送樣去認證 去認證 那如果完成認證 將會在六月就開始出貨 所以現在你要留意的 不是大家都知道的東西 而是這張3406的玉金光 我昨天直接跟大家講 押回就是你佈局的逢低 佈局的機會 操作不就是這樣子嗎 那3406的玉金光 你看今天 昨天我跟大家說 押回是你佈局的機會 那今天他還沒有完全表態 今天他還沒有完全表態 那你看K線型態 押回是不是守住這五日軍線 所以呢玉金光未來還有機會向上表態 這是美姐給他肯定的答案 那麼3406玉金光 就是這樣子 剛剛已經給大家肯定的答案 那如果你又錯過了 你未來一定又要跟在 美姐後面追加了 所以美姐給大家一個結論 唯有領先布局才能搶得先機 那麼關於今天的營建族群 我一向也都是個領先跟大家分享 那麼營建族群未來究竟要怎麼看 我相信你手中有很多營建族群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進廣告 待會兒再跟大家分享 關於營建族群的後事 進廣告 關於營建族群 關於營建族群 美姐是不是全面都是領先 跟大家提醒 不管是進 不管是機會 不管是風險 美姐全部都領先預告 那你看到 你如果都鎖定 我們中視這時段的 這節目的投資朋友們 你一定都知道 4月17號我跟大家講營建族群 我知道現在大家 現在壓回 可能沒有人在講了吧 對不對 但是呢 當在上個禮拜 大家都還在講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 美姐在哪時候跟大家講 美姐在4月17號就跟大家講到 風雨過後的彩虹是什麼 就是營建族群 那該小心的時候 我是不是也跟大家講 5月3號的時候 所以有些人 你只會買不會賣 你賺不到價差 但是美姐節目的時候 肯定的答案沒有 魔力量可敘述 你看5月3號 我跟大家講最新的看法 鐵正如山在這邊 鐵正如山在這邊 我說他突破近16年來的高點 那未來降息循環 會有利於營建族群發展 但是短線上 他的量能快速放大 乖離也過大 那建議不追價 短線不追價 壓回再去介入 那我們如果看一下 二五零一的國健 二五零一的國健 5月3號 我是不是跟大家講 乖離乖離過大 41% 不要追高 美姐節目就只有肯定的答案 沒有魔力量可敘述 二五零一的國健 我們如果看一下 二五零一的國健 你如果看一下 今天 今天大盤長 他為什麼獨弱 為什麼他獨弱 那你看 他在哪時候 他在哪時候就開始跌了 5月6號 美姐哪時候跟大家講 不要追價了 5月3號 在這邊 結果連跌三根 所以你如果還在聽那些專家 跟在美姐後面 在那邊事後 事後 我不要說什麼 在那邊事後 跟你分享的 好 你說 你要聽誰的 我直接跟大家講 不要追高 進的時候 我跟你說 機會來了 出的時候 我跟你說 不要追高 再來 你看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子 五月3號跟大家公開 那國產咧 我還不是這樣 我說不要追高 短線管理過大 結果你看 我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結果還有低點 所以大家告訴你 是要去追長紅的時候 我在高點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 不要追價 你在看 看清楚 不要追高 我也是肯定的跟大家分享 是不是這樣子 5月3號跟大家公開 結果隔天還有高點 你想說 美姐錯了 但是你看這個禮拜 禮拜一 你覺得美姐錯了 禮拜二你還覺得 還不到 那今天你吐血了 是不是這樣子 美姐不是說她不好 只是說她短線上 量能快速放大 管理也過高 追價風險就是高 再來二五四八的滑顧 一樣啊 短線管理過大 量能也迅速擴大 不要追高 結果你看二五四八的滑顧 你看二五四八的滑顧 我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是在創高的時候 就這禮拜三天 這種錯兩天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操作 不管是進 不管是出 唯有領先布局 才能夠搶得先機 如果你在事後 在那邊追贏劍 你又不知不覺的 又又慢美姐好幾拍了 美姐已經告訴大家 該不要追價了 是不是這樣 如果你永遠都在跟在美姐後面追價 你有沒有想過一開始跟上美姐的腳步 美姐從重電 電纜到營建 接下來美姐要布局 數價概念 你想一同跟上嗎 想要領先布局嗎 我們一起迎向五二零之後 現在doubleM特惠專案 money and mommy stay 一加一即將結案 這個特惠專案即將結案 所以你想跟上美姐的腳步的朋友 歡迎你利用廣告時間 跟線上助理人員恰群 最後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介分析 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同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所有的組定會 成績券 好 發紅 開口